《大乔小乔》 《大乔小乔》和《厚汉书》里说 吕不因为与董卓的一个婢女私通而坠坠不安 至于这个婢女姓甚名谁 何方人士方陵吉许样貌如何通通媒体 不难揣测的是能够让吕将军以身犯险 总该是有些滋涩的 可中国历史上清国清城国色天香 又记载详尽的女人多了 为什么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却能位列四大美女之一呢 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也不是一个文学问题 而是证明了文史不分家的综合性问题 请问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有什么共同点 是达己包四冯小莲 于姬赵飞燕赵和德 殷丽华大乔小乔 真姬李诗诗 陈元元董厄妃湘妃都没有的呢 第一他们都没有当过中原王朝的王后或皇后 那第一夫人说事是很危险的 第一他们都不是青楼出身 青楼中的翘楚都被排挤到了一个叫做四大名级的二线组合 第三他们都出身平民阶层 这样才能让大众有亲近感 第四他们都伴随过不止一个男人 要想入选四大美女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颜值而是身份和经历的曲折程度 讲究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从历史的角度身份太高或太低都容易惹麻烦 真不真实 其实无所谓 从逻辑的角度情节要在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故事还不能说的太细 得给人留下艺术加工的空间 我们无从得知这四大美女的说法是谁提出来的 但通过总结这四个人的共同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应该是个写剧本的 而最早宣扬这一说法的应该也是一群与戏剧有关的人 貂蝉这个人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四川河北山西三个貂蝉墓到底有没有一个是真的 这对于靠貂蝉经营景点的人当然很重要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估计都是洒洒水 我们认为更有价值的是从貂蝉这个人物身上 看到一种针对国人的习惯很适合推广的营销策略 一位专业人士曾告诉我们要宣传一件产品或主张 一定要控制在20个字以内 忽然不容易有记忆点 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一种记忆方式 即四个同类事物的捆绑记忆 以如四大发明、四大名著、四大家族、四大美女、江南、四大才子、四大禁书、四大名补、明国、四大公子、四大名师、四大天王、四大名酒、四大神兽、京城四少、四小花旦、四大银行、四大投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等 注意到了这一习惯之后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找到那种三雀一的现象 比如四大名楼中 岳阳楼、藤王阁和黄河楼是没有争议的 至于第四个 到了山西永济就成了冠雀楼 到了山东蓬莱就成了蓬莱阁 到了四川绵阳就成上了岳王楼 到了江苏南京当然就是岳江楼 三加一的方法 操作简便但竞争肯定也会很激烈 如果找两个已经成名的同类 再填上两个稿 二加二就要容易一些 而且留下了与人合作的空间 极端的做法 当然就是找三个同样未成名的同类 稿零加四 无中生有互相吹捧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宣传范围内拼命夸奖另外三个 显得很是公正客观 这种齐鸣并举的方法 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齐 搞出不止一套说法来 增加记忆难度导致功亏一篑 而一旦能够做到统一口径 效果就会立竿见影 听说了这一说法的人会不断地考验别人 是否知道这四大某某 没听说过的人很快就能学会再去考另一个人 事实上在各行业中还没有总结出 四大某某的已经不多了 我们能想到的还比较有市场潜力的也就是 你听说过四大名袜吗 接下来我们讲讲张兴彩和观银萍 张飞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刘缠 史称敬哀皇后和张皇后 在日本光荣公司将这对姐妹 柔和成冷艳高贵的气质 打女张兴彩之前这两位皇后很久以来都是没人搭理的 而在张兴彩以无可撼动的蜀汉第一美人形象征服无数玩家之后 无论是在三国杀的卡牌中还是在我们的键盘下 她都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一员了 张飞的女儿嫁给刘缠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是关羽的女儿没有嫁给刘缠 甚至也没有嫁给刘备的另外两个儿子刘永和刘李 以及张飞的儿子张包 人们总说刘关章刘关章 怎么到了第二代刘关章的身上 姓关的一下子成了外人了呢 让我们来整理一下时间线 公元219年 孙权为自己的儿子求娶关羽的女儿 关羽以苦女安能嫁与全子 唯有质疑侮辱性的拒绝 这一年刘缠十二岁 关银平年龄不详 但既然处在是婚年龄 那么两人的年龄相差总不至于太大 公元220年 关羽和长子关平遇害 正式中没有记载关羽之女的下落 公元221年 刘备称帝立刘缠为太子 封张飞的大女儿为太子妃 封张飞为车旗将军 不久张飞遇害 公元223年 刘备驾崩 刘缠继位 立张飞长女为皇后 公元237年 静哀皇后去世 刘缠封张飞的小女儿为贵人 公元238年 张飞的小女儿被立为皇后 民间传说中 关银平嫁给了李辉之子李 李辉在招想马超和平定南中的过程中 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与关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但也算得上一位有分量的人物 如果这个传说是虚构的 我们相信创作者即便不是出于对关羽妇女的善意 也至少是出于一种为家乡招揽游客的心理 终归没有想得太深入 这个传说出自云南成江 那里有关银平和李仪夫妇的墓 但在我们看来 这个传说简直是残酷的没边了 因为仔细一想 这就等于说 关羽在相当程度上被刘备父子给否定了 刘备称汉中王石 封关羽为前将军 位列诸将之首 让他镇守荆州 实际上等于是列土封王 关羽生前 无疑是刘备麾下实权最重的一名下属 然而关羽离难后 称帝的刘备封马超为第二军职票骑将军 封张飞为第三军职车骑将军 最高军职大将军的位置空缺 这可以解释为对关羽的追思 可刘备毕竟没有追封关羽为大将军 也没有让任何一个儿子迎娶关银平 关羽死后整整四十年 刘备追封几位重要的大臣 关羽的爵位才从当初曹操给的廷侯 升为献侯 官位上不仅没有追认为大将军 连票骑将军 车骑将军 魏将军都没有 仍然停留在他生前就任的前将军 最奇怪的是 关羽的嗜好竟然是壮妙 壮字的意思是武力高强 可惜没有实现志向 表达一种惋惜 关键在于妙字 这个字往轻了解释 是说名不复实 往重了解释 是残害忠良 秦桧的嗜好就是妙丑 被安上这个字 基本等于我国现代史上 评价一个人是叛徒 内奸 公贼 明代的成敏政说这个谬是个通甲子 通目越飞越五目的目 因为不这样无法解释 当初追认嗜好时 舆论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一件荣耀的事 对三国研究立下不是知其功的清代卢毕 在三国制集结中也对成敏政的说法表示认同 然而这种通甲在战国时期 释法解一书问世之前还比较说得通 释法解里已经明明白白的把这两个字分开了 到了三国制里 与其这是可以通用的两个字 还不如说是承受的比悟 更令人信服一些 而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 这句话是记录在赵云传里的 赵云的嗜好还不错 人们是替赵云觉得荣耀 还是替所有得到嗜好的大臣感到荣耀 就怎么理解都行了 关羽的嗜好究竟是壮谬还是壮目 争论的双方年身日久且是均力敌 谁能再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就可以压倒对方了 关羽在后世受到的尊崇登峰造极 无以复加但他最在意的显然还是他所效忠的刘蜀 政权对他的评价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关羽平不可能嫁到曹魏或孙吾 刘蜀政权范围内与关家门当互对的只有那么寥寥几家 而当时几个重要家族的政治联姻是不会被漏掉的 一个江门狐女的英年早逝倒是有可能无人提起 所以只要关羽平活了下来 却没有得到一次般配的包办婚姻 就证明关羽是被嫌弃了 关羽优待士兵而交于士大夫 他的部队击尽全面 他的势力和亲信所剩无几 而虐待士兵却尊重知识分子的张飞 当然更容易得到群臣的好感 说一句诛心之论 关羽张飞这种笼络一半人得罪一半人的做法 未必是出于真性情也可能是换取刘备信任的一种掏掠 士大夫们不支持关羽的女儿做太子妃很正常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显然还是刘备 我们情愿相信刘备是一门心思要为关羽复仇的 情愿拿直到刘备假崩 关寅平都还在三年扶桑期的时间献来自我安慰 倘若有一天有人发现了关羽死后被刘备父子嫌弃 关寅平被迫下架 或者是张飞在让女儿当上太子妃这件事上 付出了哪些努力的确凿证据 是要公诸于事还是销毁证据呢 这是我们思考三国以来想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 也许看完黄月英的故事就能做出选择了吧 诸葛亮的夫人黄氏是荆州缅南白水人 由于三国演义采用了史书中对诸葛夫人头发黄 皮肤黑的外貌描述 提起黄月英 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她的其貌不扬 虽然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说 一个人的外表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灵美 可提起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你随便拉一个路人都能说的头头是道 而与之对应的中国古代四大丑女 即便是喜欢看历史发烧友 每次想起来都得去查阅资料 黄月英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古代史上名气最大的丑女 无数男青年在带着丑媳妇见公婆之后 差不多都要用黄月英的故事显示自己的不同反响 倘若这时父母让她再举一个例子 她恐怕便要犯难了 千百年来黄月英像一尊丑神那样 庇护了无数的善男信女 她证明了卓越的男人总会超越肤浅 看重内在的深层的美 证明了丑妻一样可以永远得到丈夫的爱 证明了投身于三针九裂的悲壮故事 并不是丑女在封建社会流明的唯一机会 一些爱好历史的朋友则喜欢强调这位诸葛夫人的家庭背景 比如名是黄承燕是他老爸 荆州慕刘表是他一副 刘表的军师在三国演义中因为蒋干道书 而冤死的水君都督蔡茂是他老旧 黄月英的家庭背景对诸葛亮得以出入荆州上流社交圈 通晓天下大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源 随着近些年反鸡汤倾向的流行 一些读者通过诸葛夫妇婚姻的真相得到了安慰 当然也有一些读者感到了些许的幻秘 与很多从小相信鸡汤 相信正义总能战胜邪恶 付出总有回报 社会是公平的 家庭背景不重要 自身努力最重要 外貌不重要 心灵美 最重要的朋友不同 我们从小就对这些说法充满了深深的怀疑 当同龄人无忧无虑的成长时 我们早已陷入了绝望痛苦的深渊 那时能够陪伴我们的只有书本 没想到当我们以书籍为台阶走出深渊时 却发现很多原本幸福快乐的同龄人已经因为患灭或愤懑或消沉了 尽管是出于善意和保护 但偏颇的教育毕竟还是一种欺骗 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早晚都会被现实戳破幻想 经历撕裂的痛苦 以黄月英来说 人家原本只是简简单单的嫁了个男人 一不小心这个男人成了智慧的化身 他的美丑 他的出身与我们有何关系 可偏颇的教育让我们先是只看到这桩婚姻的左边 像打鸡血一样立志 后来又只看右边 像豆败的鸡一样消沉 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个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 也从来不是一个只看脸的社会 一出生就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命运的拼跌现象 倒是长期存在的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社会 我们认为也是公平的 这里指的不是个人的公平 也不是在某个点上的公平 而是家国的整体的公平 简单的说 人生更像是一场超大型的接力赛 财富权力美貌知识 这些都是社会资源 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 也没有哪一项的杰出可以完全盖过另一项的短板 但从古至今最关键的一直都是综合实力 就这么点是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存在层面和价值层面能不能不要这么脱节 我们一贯的行文方式是加叙加益 这次破例多发了些议论 一来是感慨太深 不吐不快 二来是黄月英的资料太少 我们一开始想研究一下 为什么诸葛亮46岁才有了儿子 诸葛瞻到底是不是黄月英亲生的 但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 只找到一则无甚趣味的民间传说 黄月英在战乱中身体受损 无法生育 心怀歉疚 然后让自己的侍女代劳 终于为诸葛亮添丁 尽管对这一传说的苍白深感不满 可我们总不能去做一些 关于三国时期如何治疗 不孕不育问题的研究吧 其他关于黄月英的民间传说 则充满了浓厚的导游风格 比如他要求诸葛亮取亲时 一不用叫 二不用马 三不用船 逼得诸葛亮集中生智 这才发明了牧牛流马 比如黄月英送给诸葛亮一把雨扇 让他在和人指点江山时 用雨扇遮住表情 以保持高人风度和神秘感 还比如黄月英长得很漂亮 故意让老爹把自己说成仇女 来考验诸葛亮的真心 最觉得是说 黄月英发明了红盖头 想给夫君一个惊喜 结果诸葛亮一件新娘子这么美严 还以为走错了房间 一听这些故事 我们就能想到导游小姐们带着口音的腔调 和小商小贩们都受牧牛流马 雨扇和红盖头的蒙脸 有趣之处在于 关于黄月英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制作多么精良的游戏和插画 比如真三国无双系列和三国杀 要么是完全无视史书的记载 把它设定成一个知性美女 要么是有选择的听取意见 采用黄色的头发 无视有黑的皮肤 让她成为一个金发白皙的美人 从前只知道历史的本质是普通人难以承受的残酷 在黄月英的身上 我们才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连历史的表面也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最后来说说新献英 新是自献英 名不祥 影传杨宅人 新献英是曹丕新妇大臣 新皮的女儿 司马是至妻杨辉宇与西进名将杨户二人的婶婶 新献英的子女众多 她的其中一个女儿是禁元帝司马瑞的外祖母 请大致记住她的这些亲戚关系 那个时代的人如果不把她七大姑八大姨都查一遍 是看不清楚的 公元217年曹丕总算在夺敌之争中击败曹旨 卑立为卫王太子 为了这一天 他已经矫情自施了很久 得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 显然会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场合 曹丕真不愧当了多年的影帝 竟然能够强忍住挥舞剪刀手喊叶的冲动 一直熬到身边 只剩下新皮这个贴心人 才激动的抱住他的脖子说 老新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 新皮回到家 想跟女儿分享一下 被太子爷当做自己人的快乐 没想到新宪英竟然道出了一番比较科书还古板的话 他说太子是代替君王主持宗庙设计的人物 代君王行事不可以不怀着忧虑之心 主持国家大事不可以不保持借据之心 在应该忧虑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喜悦 又怎会场景 为国又怎能昌盛呢 这番言论奇怪不奇怪 当上太子怎么就不能在自己人面前 小兴奋一下了 小兴奋一下国运怎么就不能长久了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他瞧不上曹丕这位太子爷 正常的反应也应该是曹丕这个太子 做不长才对吧 我们看过的所有关于新宪英的资料中 都众口一词的称赞他有远见 一早就预言到了曹魏的短命 可在我们看来新宪英这不就是典型的说怪话 加上瞎猫碰死耗子吗 难不成每一个长守王朝的太子都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丢丢的开心 就这种故事竟然还能拿来教育人 我们不禁要探索这种故事是怎么被记录在史书上的 曹魏王国之前 新皮和新宪英妇女二人肯定不敢说出去 曹魏王国时新皮早已谢世 新宪英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由于与司马家族的亲戚关系 过着养尊处优的晚年生活 很多原本不能说的甚至压根 可能从来没说过的话 这时都可以拿来讲故事了 在新老太在众多的后代中 外孙夏侯湛对姥姥的感情格外深 许多年以后 他把对姥姥的回忆写成了《阳太长心夫人传》 又过了许多年 裴松之在为三国至新皮传做注解时 也引用了这篇文章 到了唐代修史书时 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通过随书抹黑随阳地上 对于禁书不是太用心 主要是整理禁潮流下的史料 二十四史中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制是公认的良史 禁书没能进入这一行列 显然是有原因的 禁书中记载的新宪英事迹还有三件 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可疑的 第一件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 推翻曹爽一党时 新宪英的弟弟心肠是曹爽的部下 在是否要前往救援曹爽这个问题上 拿不定主意 便来请教姐姐 新宪英女士高度评价了司马太傅的举动 一口咬定司马太傅是代表正义的 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然后新宪英就立主弟弟应该拾君之路 忠君之事去救曹爽 他对弟弟说 忠于职守是人的大义所在 普通人遇到麻烦尚且应该出手相助 何况你是人家的部下 见死不就怎么行 你并不是他的亲信 只是跟着大伙去一趟 最后尽一下责任而已 后来得到司马懿赦免的心肠感慨道 要不是和姐姐商量 我就要做出无意之举了 且不谈这个弟弟会不会在危急时刻 专门跑到姐姐家去讨主意 就当他们姐弟俩当时正好在一块吧 也不叫真为什么新宪英一张嘴 就那么符合晋朝的主旋律 我们忍不住要吐槽的是 当时招呼心肠一起去救援曹爽的 还有一个叫做鲁支的官员 鲁支可是实实在在的想去救主 一度被司马懿下狱 问罪仍然使之不渝 反倒得到了司马懿的欣赏 很快就受到了重拥 心肠在大财女姐姐的指导下 玩得假人假意 岂能逃过司马懿的眼睛 老新家的这位少爷 从此敏于众人 再没有留下一丁点的事迹了 从新宪英的角度出发 他是司马氏妻子的审氏 他弟弟是曹爽手下的参军 让他弟弟去尽职尽责 不正好是两头赌吗 第二件终会出任镇西将军 即将发动法蜀之一时 新宪英对侄子杨户说 忠惠这个人不行 平时张牙舞爪的 这不是酒居人下的态度 他这一去恐怕要造反 杨户不敢揭察 请他不要再说了 没多久 忠惠征召新宪英的儿子出任参军 新宪英就让儿子去找司马昭请辞 司马昭没有同意 新宪英嘱咐儿子多加小心 后来忠惠果然叛乱了 新宪英的儿子 也因为听了母亲的话 平安归来 我们要指出的是得色和造反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 低调的人造起反来更危险 新宪英虽然猜中了 忠惠治乱的发生 但他的论据还不如项面来的靠谱 同样是发现忠惠的野心 忠惠的哥哥忠愚 就有理有据的多了 他根据多年来 对弟弟的观察认定 这小子喜欢玩弄全数 劝司马昭不要太信任他 成功为自己的儿子 面兽牵连打下了伏笔 至于新宪英儿子的平安归来 一来忠惠治乱的受难者主要是蜀国人 比如刘禅的太子 蒋婉的儿子 将为及其妻子儿女 魏军将士大部分都平安归来了 二来路上小心这种话 哪个妈不会对儿子说 平安归来就是老妈嘱咐的结果 没平安归来就是不听劝的结果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三件 杨户自从十二岁丧父以后 就由叔叔婶婶抚养 长大成人之后的杨户 送给新宪英一条华丽名贵的锦被 新宪英崇尚节俭 就把这条被子翻过来盖了 这下我们是彻底无语了 鉴于我们看到的对新宪英的记载 主要出自一个外孙对姥姥的回忆 我们也不忍心认为说 新宪英是一个有时说怪话 有时说胡话 有时说废话 只是因为有几个处在历史节点上的亲戚 才被包装成进朝代言人的普通大妈 既然书里这么写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那么她一定是个才女吧 也许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而是必须处处顺着的老小孩吧